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最後一次向左望的時間 其實在整個蔡元初事件 加上大角咀街坊的遭遇中 當然其實剛才我們都聽聞 或者其實都發現了很多 有一些區議員 或者有一些立法會議員 他們有做事 有一些就是口頭上有做事 但實際上沒有做事之外 其實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似乎都忽略了一群很重要的人 那群是甚麼人 那群是一群不出聲的人 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在一些很重要的 例如和社區有關的一些利益 甚至居民權益方面 其實其中有一群人裏面 都應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群應該就是社工 但是其實究竟實際上 在你接觸的過程裏面 你有接觸過一些 叫政客 區議員 或者區議員叫半個政客 立法會議員叫三分之餘的政客 那可以稍後慢慢整 但是你們其實都沒有接觸過一些 譬如說我們形象上覺得很helpful 很樂於助人的一群社工 你有否接觸過和中間的過程會是怎樣 我沒有接觸過他們 那他們先搞一件高鐵的事 去到11月中近尾了 才開始有一堆社工出來 說其實我們都很關注這件事 然後實際上是否 說真的我是居民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 又不見你一早出來 最後你才說出來 其實我也很關注這件事 那算怎樣 你關注你就應該比我們更早就出來 更早去組織居民 因為我們是沒有這樣的知識 怎樣去組織居民的 你們社工是有這樣的知識的 所以都很失望 其實那群社工是來自哪裏 來自哪裏 如果都是區裏面的人 其實理論上 我會假設就是區裏面 社工應該比較熟悉清楚區 即是發生了什麽事 但是你發覺到 為什麽 那麽厚之厚角 然後口頭上就說好像很關心這件事 但實際 如果你可以說 其實都厚之厚角了 但中間在你們爭取權益的過程裏面 他有沒有提供一些比較實質的 一些資料 資料 或者幫你們怎樣去搞一些活動等等 有沒有 因為其實幫我們那些 就是一些民間的組織 即不是社工那些人 那些民間的組織 那大部份的資料都是 這堆民間的組織給我們 那如果你說社工有沒有私底下 跟他們去聊天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如果你說本區的社工 可以親身接觸本區的居民呢 我就接觸不到 嗯 是啊 就是這樣 那當然除了一些專業人士之外 那剛才你也說過 其實在整個事件裏面 其實民主黨都 有些議員當然都很幫得手 但是其實在整個過程裏面 民主黨本身的取態 都令人覺得有一些疑惑的地方 當然我們都會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究竟你覺得其實在整個過程裏面 究竟議員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如果他知道這件事嚴重性的話 會不會是著緊多些 肉緊多些 如果有些議員其實他不是怎樣理 或者其實 哎 你們都是神經過敏 很緊張 反而會不會那些議員 他們是不理會 或者可能有一些陰謀論的說法就是 可能建基於某些政黨 就不想和這個特區政府背後的 將政府撐得那麼狠 結果可能在整個過程裏面 一時好像很同情居民 但是這一方面 去到關鍵時刻 就給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姿態 其實中間的過程有甚麼觀察 真是很心慌 真是除了心慌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到甚麼 即是好像民主黨一樣 其實最初真的很飄乎 居民真的很害怕 傳那些風回來 即是收到有些風 一時又說回頭贊成票 一時又說回頭棄權票 我們很害怕 大哥你這麼清楚 我們這麼了解我們的社區 哎 我明白高鐵是重要 是急撤 但是不是等於可以 漠視受影響的居民呢 那個刊憲是有問題的時候 今天是我們大國罪區 或者你們蔡元村都是這樣的情況 他日真是沙中線那堆 我不知道民建聯怎麼幫沙中線搞 這個很精彩 可能是一個炸彈來的 聽聞他們都挺恐怖的 他們那個站 是的 你可以去了解 我覺得政黨似乎是 都挺喜歡跟政府 即是同一陣線 是的 他們好像不太管我們居民的死活 當然了 他們又不是住在這裏 他們住在這裏 看看他們怎樣 怕到睡都睡不到 那你覺得其實那些區議員本身 或者立法會議員本身 或者立法會議員本身 會不會在理解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知道什麼事 又或者又不回去事 結果他又不是真的 很盡力幫你們忙呢 我覺得立法會議員應該會不知道 那整條鐵路 你涉及很多範疇 是的 除了那些錢之外 你還有電力供應的問題 然後還有那些什麼通風位 可能還有些居民都未知道 是不是通風流 是的 可能都未知道在哪裏建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議員是 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是 好像有心這樣 去承受 好似有心 是的 疑似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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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承受一條高鐵 咦 即是說其實 有可能有個情況 就是說 其實這班議員 如果將居民利益 和起高鐵反在一起 其實暗瓣底裡 他是認同要起高鐵 是不是這樣說 當然了 你有沒有去聽法會 我看到李永達 我說好像是李永達議員 其實我不是很認識那些議員 OK 某議員 是什麼黨 什麼黨 民主黨 民主黨就可以了 他的議員 說那番說話 令我覺得就是 其實他是贊成的 但是黨要反對 我才反對 這樣 還有某個議員又說到說 有些居民在那裡危言聳聽 喂大哥 我們真的有害怕這件事 那層樓 真是公公婆婆爭金白銀 是的 捱了一輩子 買一個單位 不是你們炒樓的 大哥 是的 我覺得他們是不瞭解 不明白居民擔心些什麼 而他只是覺得 哦 既然就是要 會不會 背後有解決就是 他覺得 起高鐵 令到香港 激制有運行 所以就要 起了 喂 有武衣運行 只有他知道 我自己坐西鐵上班 都沒有人坐 這麼急的 是 對 所以其實 大家都可能透過整件事 都知道就是 政黨本身都可能 建基於那種 無論是政治立場 又不想和這個 將政府因為高鐵問題 去到一個這麼對立的局面 那另一方面當然 也有一些親建制的一些政黨 或者甚至一些團體 當然是全力支持高鐵的興建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又要做到 就是一方面 好像很關顧這個 就是居民的權益 憂慮 但是另一方面 去到關鍵時刻去決定的時候 就站在政府那邊 那可能這件事都 某程度上 令到很多 或者部分受影響的一些人 都認識了一些政黨真面目 會是怎樣的 然後另一方面都會見到 就是家分本身 都很大程度上 一方面就是自救 另一方面都見到 就是一些社會人士 或者一些社會組織 其實在背後 都以有限的資源 甚至是 以他們有限的資源 你知道現在 政改一個火頭 蔡元村一個火頭 蔡元村 關連相關 譬如說 不同地區居民的一些訴求 這麼多火球 都能夠盡量幫到一些居民 至少能夠 至少 大家來講一句 就算 最終 改變不了命運 都至少知道 死因是怎樣 原來就是 這班政黨敢害我的 這班政客敢害我的 然後就是 某功能走別議員敢害我 至少知道 死因 對不對 所以其實 當然有人覺得 就是說 蔡元村事件 或者大局咀街坊的 這個事件 可能有些人就覺得 咦 會不會因為 投票結束 而整件事就結束 絕對不是的 其實這件事 可能只是適合一個開始 因為 由政府 這個工程開始 其實 他有沒有 理解到 香港究竟要付出 多少的代價 然後可能成就一條 可能 不是那麼多人回答 或者甚至就是說 未見官 先打三十大板 成一百的 這個 這個代價 所以我想整件事來講 甚至都會反映到 就是說 香港現在的政治制度裡面 立法會 的代表性 有多少 如果政府 有心 或者甚至想著 就是說 將現在這個 這樣的做法 繼續透過增加 議席延續下去的話 很可能 最終令到 香港的政治制度 陷入一個 不穩定的局面 所以 我想今天 這一集裡面 不單止是 很開心 就很感謝 Catherine 你看到其實一個 那個 他甚至 剛才在開幕的時候 都說 甚至為了要 幫街坊 遲了份工 雖然他都說 其實份工賺不太多錢 但是其實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犧牲 甚至很感謝 Stanley 來到 說回 蔡元春本身 在整個過程裡面 政府官員 區議員本身 那種態度 或者去到這裡 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去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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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